一阵冷风吹过 大家都缩着脖子 跺着脚 脸上却还带着笑意 眼睛里更有着 与有荣烟的骄傲 能进果子间的人 将来都会有个好前程 怪不得连家人 也能高高地抬起头 沈静元的目光 在果子间 几个字上流连忘返 给他写信的人 在果子间 看着周围的红墙 铺得整齐的青石路 他去过很多地方 看到这里 他仍旧忍不住神马 原来压在心里的情绪 顿时争先恐后地迸发出来 他真喜欢这个地方 若是能进这里 他这辈子就再也没有别的心愿 可惜 这对他来说 偏偏遥不可及 沈静元摇头苦笑 每次听到坤哥背书 他都羡慕 真像是回到了 坤哥这样大的年纪 说什么都要求 父亲给他请个嬉戏 人这辈子总是有一两件 心底里渴望去做的事情 到了散学的时辰 不少人从果子间里走出来 沈静元仔细地看着 熙攘了人群散去之后 又有几个人相携着走出来 送信的人立即站直了身子迎上去 那几个人停下来 其中一个向旁边的人行礼笑着告辞 等到旁边的人走后 他才抬起头 他的长袍一尘不染 如同入化的一只玉兰花般 姿态优雅 俊逸的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 本来是带着下人向前走 却不料看到了迎上来的沈静元 他的脸上顿时浮起了一丝 惊讶的神情 这个人沈静元确实认得 这个人是他最痛恨的姚家人 姚一枝 沈静元怎么也没想到 给他写信的人是姚一枝 姚一枝上前向沈静元行了礼 声音十分的温和 四老爷 我们找个地方说话 沈静元点点头 妹妹被修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但愿姚一文续贤之后 婉宁不会受委屈 若是受了委屈 希望姚一枝能帮忙 妹妹的意思 在姚家这些人中 心软的也就是姚一枝 没想到姚一枝还真的帮了沈家 舅太太 小姐 童妈妈进了门 舅老爷打发人说 他不过来吃饭了 婉宁放下手里的针线 沈四太太也有些惊讶 怎么不回来了 翠大人那边有事了 思来想去 也就是崔一亭那边需要老爷 童妈妈摇摇头 说是找到了那个写信帮忙的人 这种情况没有让满宁惊讶 这个时辰舅舅不回来 就是找到了人 既然找到了人 定会坐下来说话 有没有说是不是熟人 他更关心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童妈妈脸色有些古怪 仿佛有些诧异 又有些不能相信 连说话的声音也不由自主地轻了许多 说是姚武老爷 婉宁和沈四太太都一正 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只能听到风吹过竹子的响动 沈四太太说 是和姚武老爷一起吃饭 是帮忙的人 是姚武老爷 童妈妈顿了顿 看了看沈四太太 然后和婉宁对视 说是帮忙的人是姚武老爷 姚家人会帮沈家 沈四太太诧异地看着婉宁 这是怎么一回事 姚一枝将沈静元请到主位上 沈静元看向姚一枝 在姚家这么多人中 他印象最好的还是姚一枝 陈娘嫁去姚家之后 他去探望陈娘 等他从姚家出来 姚一枝就追了上来 提议和姚家几个兄弟一起去外面喝酒 姚一枝坐东 没有吃太好的菜 却喝得很畅快 那时候他就觉得姚一枝是个好相处的人 沈静元说 既然写信过来 怎么也不说一声是谁 姚一枝温润地脸上一闪尴尬 很快又温文尔雅地笑起来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也是在经理厅说了些消息 就让人烧信过去 这次家里做出了对不住沈家的事 我怎么好意思再张嘴 姚一枝说得隐晦 沈静元却明白是什么意思 沈家陈货卖得本来很顺利 都是因为姚老太爷在里面搅和才闹出差错来 多亏了婉宁早就料到会这样 才来了个将计就计 让姚老太爷自施恶果 姚家并不知道实情 所以姚一枝才会不好意思 万宁在太行 我也照应不了 就让姨娘的下人 时常去打听消息 然后给沈家烧信过去 姚一枝说着有些黯然 姨娘烧信过来 我才知道万宁落了水 幸好万宁没事 我想劝说父亲 将万宁接回家 谁知道 哎 沈静元不由得惊讶 原来姚家经常送消息出来的京大 是姚一枝安排的 姚五太太没了 姚一枝一个男子不能照应内宅的事 更何况又在京城这么远的地方 能做到这样也算是有心 沈静元的敌意明显少了许多 姚一枝说 我们已好久不曾在一起吃饭了 我一直想请您过来 饭菜陆续地摆上来 姚一枝亲手斟酒 敬沈静元 是我有错 我先自罚三倍 怎么还不回来 沈四太太催促沈家下人 你跟老爷说一声 我和坤哥都在婉宁这里等他 让他早着些 家人应了一声又去催促 沈四太太觉得奇怪 跟姚一枝喝酒 怎么还喝这么久 又是自家的兄弟 老爷向来讨厌姚家人 这到底是怎么了 沈四太太吩咐完进了屋 泪室里 婉宁看着坤哥拿来的书 姐弟两个边说边笑 坤哥说 先生说 过两年我就可以考同生了 沈四太太听的这话 有些惊讶 别乱说 你才多大就能考同生 坤哥和杨先生学的时间不长 却增益了不少 这也是说不定的事 万宁笑着看弟弟 只要好好学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坤哥很认真地点头 舅太太 童妈妈从外面进来 舅老爷过来了 说着一顿 还有姚五老爷 舅舅将姚一枝带过来了 婉宁站起身 沈四太太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回来就回来吧 怎么还将姚一枝也带过来 童妈妈和婉宁对视一眼 舅老爷喝多了 舅舅和五叔在一起喝多了 只有相谈甚欢的人才会不知不觉喝醉酒 五叔和舅舅都说了些什么 万宁吩咐童妈妈 快让厨房准备醒酒汤 跟大伯说一声 在前面收拾出一间房 好让舅舅住过去 沈四太太带着人迎了出去 姚一舟听到消息也赶过来 怎么让静元喝了这么多 姚一舟埋怨地看着姚一枝 姚一枝忙碎 因为高兴就多喝了两杯 没想到就将四老爷给喝醉了 沈四太太吩咐下人 将沈静元扶去厕室里躺着 沈静元躺在床上 却一下子又坐起来 一枝来 一枝 我们再喝 外面的姚一枝听得不好意思 旁边的两个捧书的小丝 却有些支持不住了 姚一舟见状忙说 这是做什么 哪来的这么多数 才买来的 小丝苦着脸说 那是沈四老爷 和我们老爷一起去买的 买了这么多数 姚一枝笑着 我和四老爷一起买的 都是好数 我一套 四老爷一套 谁能一下子买这么多数 看到姚一枝眼睛里满是红血丝 姚一舟皱起了眉头来 你也喝了不少吧 话音刚落 旁边的小丝手一软 将书都掉在地上 姚一枝一正 站起身来就要去捡书 谁知道脚一软 差点栽在地上 多亏旁边的下人眼睛间 拉了姚一枝一把 姚一枝这才平稳地躺在地上 姚一舟吓了一跳 快 将吴老爷扶去我屋里歇着 大哥 我没事 我就是 一笑把书 牵起来 姚一枝还不服气地要起身 却再也坐不起来 姚一舟拿起兄长的威势 闹什么闹 不怕人笑话 怕让人掺着去歇息 大家又七手八脚地将姚一枝送去乡房里躺下 厨房送来醒酒汤 沈静元和姚一枝分别喝了 看着卷着被子缩在角落里的姚一枝 姚一舟直摇头 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弄成这样 沈静元睡着了 沈思太太将小资 钱瑞叫过来问 老爷和姚五老爷都说了些什么 钱瑞说 只说从前的事 再后来就是说书 说到这里 钱瑞挠了挠头 都是些什么内容 我也记不清楚了 开始他还听着 后来实在听不明白 就跟姚五老爷的小丝一起到旁边说话 沈思太太摇了摇头 转身去了婉宁的屋子里 昆哥已经去屋子里歇下 婉宁正等着沈思太太 沈思太太和婉宁去内室坐下 没问出什么 说是在一起 银是坐父那些 还一起买了几十本的书 笔墨纸燕也购置了不少 两个人不但将身上的银钱花了金光 还欠下了钱 那边的大老爷看得直皱眉头 只是在一起论文 后来又去买了书 小丝说的这些话 和他们看到的也能对得上 沈思太太说 兴许真的没什么 整件事透着一股的蹊跷 五叔是为人情和 但是除了提醒舅舅 掩掩的事之外 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 而且五叔这种八面玲珑的性格 舅舅定然是招架不住 就算五叔有别的意图 舅舅也察觉不到 舅舅这样的人 面冷心热 可以依靠 五叔这样的人 太过圆滑 为人不够踏实 舅舅可以为了他和姚家交恶 就算在沈氏族人面前 也维护着他 大伯因为他的事 和祖父争得面红耳赤 又冒着危险 为何家出头到京里来作证 五叔呢 五叔这些年都做了什么事 只是左右迎合 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五叔良善 祖父喜欢他 父亲喜欢他 母亲也觉得他好 之前舅舅对五叔还没什么感觉 却出去一趟就一起喝醉了 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会轻易地相信 五叔和蒋姨奶奶 等舅舅醒过来 舅母再去问问 看看五叔有没有提起崔义婷 这个时候过来 说不定就是为了打听消息 玉石已经弹劾崔义婷和商骨勾结 想要击垮崔义婷 就要找出一些实质的证据来才行 第二天张气成才起床 就接到了一封信函 到了四时 张氏匆匆忙忙赶过来 张氏进了主屋 父女两个坐下说话 父亲 有没有查出些什么 张气成说 沈家曾救过崔义婷 崔义婷到了太兴 遇到了沈静元 就送了两箱烧饼过去 想要借此还了沈家的人情 张氏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送了两箱烧饼 沈静元气得不行 后来又将两箱烧饼还了回去 这样看来 崔义婷并不想要和沈家交好 可是为什么沈家会帮着崔义婷查案 不但如此 沈家还跟着崔义婷一起上京来 张气成说 沈家是真的不准备买精力的铺子 张氏一正 原本他以为只是沈家用的手段 没想到沈家是真的不准备买铺子 沈家不是应该卖铺子在边疆肯田吗 盐引越来越不好拿 征用的粮食数额增加 沈家应该保住盐引这条路才是 怎么可能不卖铺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太多的事出乎意料 这两天家里乱成一团 于家虽然没有名说要老太爷赔上一笔银子 却每日都上门来说紧断的事 闹得满城风雨 他昨日去皇夫人家宴席 不少女眷都背着他窃窃私语 也有一两句传到他耳朵里 老太爷为了赚钱骗于家 于家却不是好惹的 如今沈家的那些紧断 于家和姚家都没有买成 姚家是两手空空又惹了满身心 老爷去衙门里也被人指指点点 于家故意地散消息出去 为的就是让他们脸上难看 这笔银子赔了让人笑话 不赔也让人笑话 老太爷怎么惹出这样的事来 家里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这到底是谁在捣鬼 姚依舟 沈静元 姚婉宁 这些都是他们没放在心上的人 现在一个个都跳了出来 是婉宁 张细成抬起头看着张氏 给沈静元出主意的人是婉宁 不让沈家卖铺子的人也是婉宁 张氏倒抽了一口凉气 半上才说 这怎么可能 婉宁哪有这样的本事 张氏忽然想起一件事 老太爷进京的时候 确实有个商队跟着婉宁 当时他听说了没放在心上 沈家有商队也不奇怪 说是婉宁的 不过是在帮婉宁罢了 说起这个商队 老太爷嗤之以鼻 还说 婉宁能买什么东西 跟着船过来的 不过就是扬州的土衣 卖给经理的商铺 沈家也确实卖给经理的商铺 不少扬州的土衣 谁也没想到 沈家会在店铺里卖什么新货 这件事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想到这一点 张氏就握紧了帕子 眼睁睁地上了沈家的当 沈静元什么时候这样聪明 难道背后的人真的是婉宁 时隔四年 张氏还没见到婉宁 可是他依旧不相信 婉宁是在他眼皮子底下长大的 他对婉宁的脾气太清楚了 表面上都没有沈氏泼辣 内心里比沈氏还要柔软 七八岁的孩子被他哄得团团转 那天还欢欢喜喜地来给他请安 见到他倒在血泊里 还要上前搀扶 没有半点怀疑他 让他将那出戏演得说不出得顺利 这样的孩子就算是在他眼前还能做出什么反抗来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父亲 张氏说 您只管顾着朝廷上的事 内宅里还是交给女儿 大周朝礼孝治天下 我就不信 婉宁不肯回家这件事 真的闹出来 还能有谁护着他不成 他就不信 在礼仪廉齿面前 婉宁还能那般有恥无恐 张氏说 真的是婉宁在作怪 那都好了 之前他还以为兽氏是怕他责怪 没有好好照顾好婉宁 才将婉宁说得那般可怕 现在他要回去好好问问兽氏 二姐那边怎么样了 张氏问起了张于珍 听说内室去了中义侯府 亲耳听中义侯的下属 说了中义侯临终前说的话 礼部尚书 黄唐的夫人说起的时候 去皇家做客的女眷 都掉了眼泪 皇上若是知道了 会不会因此也被触动 就将中义侯爵位 给了赵琪这个世子 说到这个 张气成冷笑一声 中义侯母子 想用中义侯的死 来保住爵位 若是这样 大周朝不知多了多少群贵 武将战死 那是天经地义的 没听说过谁的命这样金贵 皇上已经问了下大学士 下大学士说 朝廷正是用人之计 中义侯世子 毕竟还年少 爵位 那是朝廷赐给功臣的 中义侯世子 算什么功臣 反过来说 世子还是世子 等到世子长大了 再成爵 是天经地义 在那之前将爵位 给赵家老四 赵家更会感恩戴德 皇上还多了一个 能依仗的军鬼 这笔账 任谁都能算得清楚 张氏汉手 还是父亲想得周到 很多事 不是傅儒 从眼睛里看到的 那么简单 只要涉及到朝政 就不会讲什么情理 请教练